2023年3月6号,今天A股高开低走,很多人都伤心了,周末都是利好,开盘都是利空,真的高开低走了。 那么大家现在关心的是,A股为什么走得这么弱,难道是有什么利空吗? 以及将来我们的A股到底如何走,这里先说结论,一切都是假象,一切都是瞬息。 就在本周四,也就是3月9号,我们的A股还将收出中大阳线。 你可以验证一下对还是不对,接下来我们详细讲解一下,到底是什么利空,造就A股的下跌,以及将来的市场机会,又在什么地方。 今天A股高开低走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钱,说来说去,股市炒来炒去就是跟资金是有关系的。 今天开盘突发利空,什么利空?今天羊妈收水了,看到没有,今天羊妈进行了70亿的七天机逆回购操作, 但是今天有3360亿的七天机逆回购要到期,也就是说今天一下子进回拢了3290亿。 对,你没有看错,一天时间内整个社会面少了3000多亿的流动性,全部都给收到粗体里面,不用了。 你想想,一天收走3000多亿,A股能涨,那才奇怪了。 这一关键是上个星期,上周四和上周五,其实羊妈也在收水。 上周收了8000亿多亿走,加上今天收的3000亿,在短短的时间内收走了1万多亿。 所以说以后,大家千万千天万万不要觉得,啊,这个经济不好,这里有危险,那里有危险,A股不能涨。 你看前期,各种危险,股市涨得特别好。 但是呢,结果涨起来过之后,没有政策扶植了,没有利好了,反而不能涨了。 就是因为有危险,有困难,所以说他要扶植你啊,才有利好啊,你都涨得好好的了,我还扶植你干什么? 我就不用扶植你了,我就把你抽水了。 所以说,A股接下来,按照羊妈这个表现应该是震荡。 但是,但是呢,从走势上,我们可以这样讲,逆回购已经剩的不多了, 上周呢,只有一万亿,大家知道,在前一日,每周的逆回购金额大概是一万五到一万六, 本周只有一万亿逆回购,而且主要集中在周一到周二,你看,周一呢,是3300亿, 周二呢,是4800亿,周三呢,是1070亿,等到周四,重点看啊, 等到周四只有730亿了,然后周五呢,只剩下180亿了。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?就是本周一,本周二,本周三,A股将会有一点点的压力, 尤其是周二,周二明天有4800亿到期,所以说明天会有点压力, 但到周三,周三只有1070亿了,本身也不是很多, 而且本周的逆回购,一旦时间大幅会冷却之后,下周就不需要关心逆回购了, 那么周一,周二,周三逆回购的金额偏大,周四730亿,非常少,可以忽略不计,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怕那周四A股要大涨,跟逆回购是有关系的, 第二个关系就是,在3月9号,也就是本周四,统计局要发布2月份的居民消费指数, 也就是CPA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A指数,此外, 还将公布2月份的进口总额,外汇储备,新增贷款, MR以及社会融资总规模的经济数据,看到没有, 都会在本周四,也就是3月9号发布, 要么最近收水了,收的是逆回购,那么会不会降准呢? 就看周四,假如说周四MR还不错, PPA也不高,那么降准很快就到来, 所以说周四非常有可能会有降准, 而这个关键中的关键就是,居民价格指数, CPA,就是周四万种期待,万种主目, 很多的数据,包括进出总额,包括我们的外汇储备, 新增贷款,以及社总总额,还有CPA, 还有生产者的出厂价格,PPA, 所以说周四,请你到时候一定要重点留心, 而且周四因为没有逆回购,没有多少逆回购金额, 只要有点利好,那些是没有压力的, A股大阳线就出来了, 但是呢,今天很多人看盘一脸懵, 哎呀,不是都说好了要炒国企改革吗, 不都是要提升国企估值吗, 怎么今天像这个什么中国联通啊, 中国交建啊,大基建都不行了, 反手给你来了一个大超预期, 涨了个创业版, 结果呢,赛道虎王者归来了, 结果呢,这个光伏储能今天大涨, 这种不按套路出牌呢, 其实说来说去, 还是什么位置高低切换, 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, 你妖妈的态度就是, 上证指说不要涨了, 再涨,涨多了,有危险了, 给你收水了, 但是, 费围都起来了, 我都3300点了, 我上课3300点了, 我创业版还差两个点, 早上最低点的时候, 早上最低点的时候, 创业版还差两个点就创新低了, 真的是似可忍, 输不可忍, 所以说资金在做高低切换, 告诉你, 我要炒国企改革了, 结果呢, 你都进去了, 虚化一枪, 反手人家杀到创业版, 杀到新能源, 杀到光伏里面去了, 风光处, 所以说呢, 未来一段时间, A股的炒作方向很有可能会改变, 高低切换, 就是现在被人家一直诟病的, 已经没有人再提及的新能源, 非常有可能望着回来, 因为夏天只有两个东西, 一个是啤酒, 一个是光伏, 啤酒已经涨得非常高了, 光伏正在走在路上, 而且呢, 而且呢, 就是明天, 明天还有一件大事件, 明天也就是3月7号到3月9号, 3月7号不就是明天吗, 3月7号到3月9号, 2023年新能源汽车技术博览会将在上海举办, 展会期间, 主办方将举行全球新能源汽车技术发展系列高峰论坛等, 记住啊, 等行业活动, 并特邀全球在新能源技术领域有建树的院士行业专家, 及新能源技术研发的科研人员, 作为论坛的主讲嘉宾, 分享全球新能源汽车技术的发展趋势科研成果, 产业传业意义发展等等, 难道说新能源汽车开三天大会, 就不能起点波澜吗, 就不能有一点点的这个惊喜吗, 必然而然的, 那体现在股价上, 也就是说最来的3月7号和9号, 非常有可能是新能源王者会来, 凭什么, 凭这个会, 开三天的会, 你看, 你看有些哪些人要来, 你看, 这个院士行业专家和新能源技术研发的科研人员, 这个分享技术发展趋势, 科研成果, 产业创新, 要讲得很多呢, 所以说呢, 今天新能源就起来了, 就这么简单, 你不知道, 竹力还能不知道吗, 竹力难道不知道明年新能源要开会吗, 他肯定知道, 所以说今天新能源长了, 就这么简单, 今天上午楚能和光复长的比较多, 下午请看新能源汽车的表演, 那这就是呢, 关于一定要做好高力气切换, 不要忘记, 新能源长起来, 那也是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入虎, 啪啪啪可能就十几个点了, 在前几天我们在讲有一个敦促投降书的时候, 这个是3月2号发布来的, 你看3月2号, 这个新能源敦促新能源投降书, 你会发现最近半导体上涨了, 有色金属上涨了, 新能源呢, 光伏和风能和储能已经先凸上来了, 现在就差七个汽车了, 那么这个3月2号发布的敦促新能源的投降书, 你会发现股市其实就看两个, 一个是看什么, 看资金面, 第二个就是看情绪, 当你都想割肉的时候, 你就要理解, 你一定要可以自己定好一个位置, 就是你就是一个散户, 你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散户, 你就是一个经常亏钱的散户, 当你想割肉的时候, 大部分人也想割肉了, 那庄家洗盘洗的就差不多了, 这个时候, 你非常有可能割肉割在最低点, 很多人的炒股人生会发现, 他要不就不割肉, 低割肉永远都是割在最低点或者次低点, 因为人的忍耐是有极限的, 人的承受能力是有极限的, 当你承受不了的时候, 敦促新能源投降书出现的那一刻, 就意味着情绪快要到位了, 所以说才有那句话, 行情在绝望中诞生, 你绝望了吗? 上次说天天长, 穿越版天天再跌, 你绝望了吗? 你绝望了, 格斗了是不是? 他就长起来了, 就是行情在绝望中诞生, 在欢呼声中结束, 你看, 我们的大A, 对吧, 阳线阳线阳线, 连收五个阳线, 今天早上又高开, 连收六个阳线, 欢呼了吧, 好了, 人家不行了, 在欢呼声中结束, 在犹豫中前进, 震荡来震荡去, 震荡来震荡去, 这就是犹豫中前进, 今天北向资金跑的也不多, 请你相信, 请你相信2023年将是划时代的一年, 2023年, 今年我们的GDP目标定的是五, 没有所谓不超预期, 或超预期这种说法, 我们的GDP实现百分之五的增长, 那全球都是独树一字的, 你看,日本今年的目标是1.5, 美国是0.5, 德国是0.2, 所以你没有听错, 就是0.2还不到1%, 0.5还不到1%, 英国今年普遍预期要衰退0.6, 所以我们已经是非常好的了, 我们今年实现, 非常有可能实现20万亿美元的GDP, 老美是25万亿, 我们将会达到老美的80%, 但是考虑到我们人口是老美的四倍, 我们的面积比老美还要大, 我们的这个凝聚力, 大家都知道, 我们国民的凝聚力和老美的凝聚力, 那都是没有办法比的, 所以说一旦GDP无限接近老美, 再加上我们的人口、领土还有这个凝聚力, 那必然而然综合实力非常激进的一年就到来了, 以后老美要再对我们指手画脚, 再对我们说三道四, 就记老师这样的一句话, 一脚给他踹得远远的, 所以说当国运日昌龙的时候, 请你相信我们的A股家, 真正日上, 我们的A股真的有可能在今年产生卖牛, 所有的下跌都是浮云, 所有的下跌都是假象, 只有所有的上涨才真正符合我们A股以后的气质, 只是说要注意一下节奏, 不要被股民骗了, 接下来的, 2023年的经济要想实现5%的增长, 不靠新增源, 不靠光伏, 不靠储藤, 不靠风光储, 你给我实现看看, 我看你怎么实现, 光靠卖房子吗? 不可能, 绝对不可能, 在去年, 在2022年的时候, 我们国家出口量最大的是什么? 是家电类产品, 大概有680亿的金额, 其次呢, 是光伏, 光伏在去年已经上升到, 就是可以出口400多亿人民币了, 然后呢, 增长最快的是汽车, 但是在今年二三年, 我们国家的出口很有可能是, 汽车和光伏争夺第一和第二, 家电会慢慢淡出, 我们出口量前面第一名, 可能会排到第三, 但是将来请记住, 我们出口最多的一定是汽车和光伏, 所以说, 风光储的到来, 就在今天, 从明天开始, 注意看一下这个新增源汽车大会, 每天早上9点15到10点半, 下午1点到3点晚上8点半都有直播, 直播就是要验证一下本周四, 本周四将会有重磅数据来袭, 各种数据都会在周四零零季的展现在你面前, 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, 请你记住, 应该是风光离储车的天下, 这个是老师的大胆判断, 记住, 风光离储车将会再次王者归来, 赛到5, 王者归来近在眼前, 最后不要忘记点赞点关注。